克里姆林宫已确认朝鲜领导者金正恩乘坐的专列 已抵达俄罗斯 经过滨海边疆区并向北行驶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不会在东部经济论坛期间与金正恩会面 相反 在论坛结束之后 双方将一对一交流就地区形势交换意见 讨论双边关系 从金正恩出访的画面来看 朝鲜军中几乎所有最有权势的人物 都被派去陪同金正恩拜访俄罗斯 此次朝鲜与俄罗斯举行峰会 可能很有可能会讨论与军事合作相关的问题 从朝鲜媒体发布的照片来看 陪同访问的队伍中除了朝鲜外交部长崔善基外 还有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李炳哲 和劳动党中央军事指导部部长朴正天 另外 朝鲜海军司令金明石 军需工业部部长赵春龙和党中央秘书朴太成 似乎也出现在现在绿皮专列之前 由于其随从身份 这次金正恩前往俄罗斯与普京进行会谈 可能将获得一笔大生意 其中 朴太成也是朝鲜的非常任航天科技委员会主席 负责军事卫星 航天发射等事宜 赵春龙负责生产常规炮弹和弹药 此前下水的核攻击潜艇均由海军主导 有这么多军火交易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陪同俄罗斯 难怪西方国家显得如此紧张 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 这次会面可能是俄罗斯主动要求的 希望朝鲜能够向俄罗斯提供火炮或其他弹药 以补充俄罗斯的弹药储备 媒体称 朝鲜还拥有苏联射击的数千万枚炮弹和火箭弹 这些弹药可以为俄罗斯的战局提供很大的帮助 作为交换 俄罗斯可能将向朝鲜移交潜艇和卫星技术 随着天气逐渐转量 留给乌克兰反击的时间越来越少 随着朝鲜的领导离开俄罗斯 俄乌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而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中 可能将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声称 如果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军事援助 美国会对朝鲜实施了严厉制裁 并且会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的新制裁 但美方的威胁 对于朝鲜这个被制裁过千次的国家来说 显然它没有任何效果 而且有媒体分析称朝鲜的武器不够先进 不会对俄乌战局产生大的影响 美方越关心反应越大 这证明美国信心不足 关注最关心朝鲜领导动向的人是韩国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 韩国在莫斯科设有大使馆 如果韩国提出了相关要求 俄罗斯愿意向韩国通报朝鲜领导人访俄的结果 虽然韩国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 但仍然是俄罗斯的交易伙伴 并且俄罗斯和韩国在朝鲜半岛情况和平稳定方面有共同利益 俄罗斯单挑韩国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提醒 韩国不仅加入制裁俄罗斯 还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 如果韩国担忧朝鲜和俄罗斯是军事合作 那么韩国何应该考虑到俄罗斯的感受 用北约减少合作 另外 俄罗斯远东的开发不会完全交给中国 日本及韩国均为远东发展的潜在客户 虽然俄罗斯和朝鲜强化了合作 但他们不希望与韩国的关系变得过于紧张 在与金正恩会面之前 普京首先会见了前辈中国代表团 会见中普京向中国高层质疑问候 表示中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两国合作关系将继续下去 俄罗斯、朝鲜的领导与中国的高层代表齐聚一堂 实属罕见 再加上之前俄罗斯提出中俄与朝鲜联合军演的消息 可能西方国家现在更加紧张了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 未经许 在 感谢观看